蒸了一锅黑米馒头,米香味十足,超好吃 300克的普通面粉加100克的黑米粉 黑米粉可以买也可以自己磨 加3克的酵母,30克白糖 10克的猪油,用筷子搅一搅 加200克的清水,搅拌成絮状,然后下手揉面 在盆子里面只需要揉成团就可以了 移到案板上面,用手掌的力度揉搓5分钟左右 把面团揉至光滑细腻 然后搓长条 再均分成12等份 取一个面剂,往中间揉 就像这样折叠揉,折叠揉,心里默念50下 揉好之后,滚一滚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表面会呲呲啦啦的 再把面皮朝下,再滚几圈 就会变得非常的光滑细腻 搓高一点 搓好之后,放进蒸笼里面,盖上盖子发酵 大概45分钟左右,馒头体积会明显的增大 按压能够迅速回弹 烧水的间隙,馒头放在空气中亮一会儿 表面会有一层风干皮 水开之后上笼,大火蒸15分钟 关火之后焖一分钟,我们的黑米馒头就可以出笼了 每一个都非常的柔软 里面的气孔也是非常的觅食 米香十足,吃起来更加的健康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收藏起来 以后试着做一下吧 感谢观看,我是阿宇,拜拜